美国和缅甸新政府接触 所有的政治犯获得释放 昂山素姬认为 国家改革的当务之急 是建立法治 希莉莉说 美国希望在缅甸迈向民主的过程当中 肩负起一定的角色 两位政坛女强人 胜性相识 他们认为缅甸的民主进程 是不可逆转的 昂山说 除了美国 他也希望跟缅甸友好的中国合作 为国家争取更好的未来 希莉莉昨晚 在美国驻缅甸 临时代办的官邸 和昂山素姬私人晚宴 他们之前只是通过电话 今次是第一次见面 昂山素姬对希莉莉说 她决心重返政坛 参加年底的国会补选 希莉莉就转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写给昂山素姬的一封信 奥巴马说 很高兴教早前 和昂山通过电话 敬佩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坚持 为人民争取民主 也很高兴缅甸政府 采取行动 将国家人向民主和改革 美国是会支持缅甸 在政治上更加开放 和尊重人权 也支持缅甸人民的民主诉求 奥巴马又感谢这位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启发世人的民主 人权和公义的价值观 美国永远支持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